在北京待了十一年 肯定我最好的这十一年 都是在北京度过 然后在北京有了孩子 然后有了事业 所以这种感觉我想是 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也不能有任何可以替代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那么熟悉 只不过是可能衣服的颜色不一样 然后我出场的时候 还特意先到了主队的那半场去 跟大家打了个招呼 也是想再感受一下主队的主队这班的主队的气候 再站一次在主队的那个单场 作为客队还是好多不习惯 确实是不大习惯 因为工体确实是太熟悉 这种感觉没法用语言来说 反正是又亲切了 然后又非常的美妙 然后我还是觉得有点不习惯 我觉得对于国安人来讲 他们这个队伍 包括西哲 飘成 从年龄结果来说 已经是非当打之年 非常成熟的时候 我觉得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于他们来说 所以只要他们不要轻敌 然后一场一场比赛 还是要放低姿态去拼 而且还要放下包袱 抗住压力 这个我觉得才能有夺冠的希望 反正基本条件我觉得 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必须要达到 就跟训练一样 我必须要严格要求 然后保持好自己的身体状况 这样我才能去完成比赛 然后完成我的任务 要不然我不成混饭式 对不对 这个不是我的风格 说实话今天比完赛 我本来不想卸场 不想卸场 不是不想跟球迷党招呼 我觉得今天我们输的比赛 我觉得从情绪来上来讲 从内心上来说 确实比较难受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我现在已经是大连一方的球员 我觉得今天国安队胜利了 我觉得所有的这种呐喊 这种主力应该是 国安的这些球员去享受了 但是我还考虑 我觉得大家都这么大热天 一直在为我祝贵 为我加油 我觉得这种感情确实也过不去的 想了就想 还是跟大家歇场 我觉得非常感谢 感谢比赛球迷 能这样对待我 确实我也没想到 大家这么热情 确实让我特别的感动 要回到非常熟悉的这个地方 然后跟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 感觉真的跟回家一样 要难懂 我们 和我 从不相思 开始深切感 默默以珍慈待人 人生 如梦 朋友 如梦 是 你 我 你 我 你 是 好, 太好了 替我解開心中的招惹 是誰明白我 這個, 這個 成功了 兩手一起開心 一起非常彼此分擔 總不分我 或你 你為了我 我為了你 功夫橫顏絕望裡 緊握你手 朋友 確實特別了解他們 每一個動作 印象場一看見他們兩個人 我就知道他們要幹什麼 確實特別熟悉 然後真是一種老朋友 然後那種家人的感覺 對於周庭只有一種家的感覺 我就希望他能回家 讓他感受到我們公體的成績的氛圍 都是家人嘛 家人回來看看 怎麼說也是挺高興的 歡迎他回家看看 已經三月九歲的挺爺 我就希望在職業道路上 能夠走得越來越遠 然後永遠記住我們北京 挺爺, 反正北京是你的家 永遠歡迎你回來 我會跟大家一起全力以赴 然後希望明年我還能再站在這裏 放鬥 放鬥